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渭华先生 创办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渭华先生的美日专栏 我见我闻我思 房物价上涨非民之福 今年4月份之物价统计 全国房价比去年同击上涨了22.2% 在同一时期房屋消费量增加了38.2% 而房屋出售量则减少了48.3% 可说是供不应求之窘境 金城在一家全国知名之连锁餐厅用早餐 同样之餐价比疫情前足足增加了一倍 从5元99分到今天的10元99分 何以为从事建筑的友人 或者是木材价格已经上涨了三倍 从亚洲到美国的海运费也涨了三倍之多 新冠病毒彻底击败了世界经济之格局 我们要呼吁拜登总统要正视 目前国内物价及房价之高涨 造成之通货膨胀及民众之苦难 我们看到一群无法住房的白领 在加州、圣地亚哥、九金山睡在汽车里 是何等之讽刺 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正在进行的贸易关税战 大家如果到各大超市去 90%之产品是中国和亚洲制造 换言之 这些产品制造业是无法在短时间或未来帮回美国 目前美国实施之关税还是价在消费者身上 因而造成物价飞涨之原因 木材、铝制品、室内装饰更是大幅上涨 建筑商较苦连天 没有人要承担赔本去盖住房 这也是全国房价飞涨之原因 我们虽然已经从疫情中漫步走了出来 我们奉劝拜登总统能体察苍生之苦 物价房价是当务之急